我們也請我們的受證單位 我們陳局長請就位 將全新的救護車 捐給金融市消防局 台下響起熱烈掌聲 北盛宮發揮大愛精神 集結了109位 宗師兄 師姐力量 每個月每個人集資3000元 購買救護車 去年 其實我們受到那個生命的旨意說 要捐救護車 我也不曉得從哪裡住 後來就是 到了消極辦公室陳局長 後來也感謝陳局長 那是答應說剛好 說今年有個車子要淘汰 才能受證 今天你的早餐吃了多少 105元 可是如果說你存了100元呢 一個月以後 一年以後 居然小錢變大錢 大錢居然買了救護車 這個神聖的使命 其實不是我們北盛宮裡面任何一個人做得到的 是大家給我們力量 大家有這樣的信念 才能夠就把這件事情這麼順利的完成 所以我要非常謝謝 捐贈的109位 善心的師兄師姐 你們不嫌棄我們 肯定我們 支持我們 認同我們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這個勝局 這輛救護車 是金融市消防局 首輛新駕的救護車 車身及後車車門 新增大面積 紅黃交錯的反光方格 在日夜間照明下 可以提高辨識度 目前大概一年平均的救護量 是1萬7千多件 都有救到人的 大概有1萬 將近1萬4千件 這台救護車到新駕分隊以後 我們一定會善用這些資源 當然也感謝北盛十三協會 讓我們的一個救護能量 有大大的一個提升 我們這些資源一定會善用 而且能夠救到更多需要救助的一個人 在這邊也特別感謝 那除此以外 我們這一台救護車 它是我們全市第一台的 巴騰堡格吻的一個救護車 那這個巴騰堡格吻的外觀 它是有紅黃條紋相間 可以在執行救護的時候 在500公尺以外 我們的車輛 我們的行人就會看到這一台 我們非常顯著的一個救護車 在執行救護工作 那所以這一台這個條紋 那不僅會可以保護 我們的執行的那個同仁 那同時也是可以保障 我們四年朋友 大家在道路上面的一個安全 除了捐贈救護車 前兩年疫情爆發 基隆的疫情嚴峻 北深宮大力集資 募集各種防疫物資 全數捐給消防局 讓第一線人員無後顧之憂 也讓基層的隊員相當感動 去年的三月份 那主委跟理事長到我們這邊來 那後來他們得知我們防疫物資 也不是非常的充足 所以他們分了五次的一個時間點 分別捐贈我們非常多的一個防疫物資 那這些防疫物資都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 他們開始進行捐贈 那總共捐贈包括這個防護衣 有1500件 隔離衣有將近6000件 尤其是我們最需要的ANGEL口罩 他們捐贈的將近6000個 還有包括髮帽 還有腳套 都是有一萬多個以上 所以我們在最需要的時候 能夠拿到這些捐贈的物資 新的救護車配置自動心肺附輸機 AED 以待式搬運營 這樣濃度分析儀器等裝備 總價值超過了350萬元 北勝宮每年做公益 要把天上聖母的大愛精神傳承下去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